警方一冲进去古然人赃巨货 所有赌客傻眼停下手边动作 这里是台北市东区一间德州扑克赌场 用筹码换现金赌博 查扣95万抽头金 筹码297万元 包含负责人员工赌客总共51人被抓 其中两名赌客身上被搜出大麻电子烟 还有新兴毒品哈密瓜地 警方继续往其他楼层前进 在进行搜索时发现他也在场 卷入香港加密货币JPEG诈骗风波的艺人陈琳九 当天参加朋友生日聚会 现场是一栋商办大楼 赌场负责人跟朋友整栋租下分层经营 四楼开赌场12楼设成招待所 当时陈琳九跟一群人在招待所内唱歌喝酒 其中一名同行的宾客被警察插货到大麻电子烟 陈琳九事后在IG现实动态还原当下状况说 看到宾客跟警察耍嘴皮子 后来被搜出毒品带走 他根本不认识对方 火速发生切割 陈琳九近期似乎风波不断 除了诈骗案官司 先前也曾跟涉嫌挖臂吸睛的竹联邦战堂黑二代 一起打德州扑克 同桌的还有网红阿滴一度引发争议 这回被牵连的负面新闻又再加一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